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9年1月在产业暗淡的大韩民国 朝鲜献财向工业股份公司卖出了第一步 1965年引入代汉皮汉条制造设备 获得韩国工业规格KS标识许可词 1995年获得了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等各种认证 当然取得了国际标准 成为国内汉阶材料的领头羊 1979年在业界也通过介绍生疏的企业注册KOSPI 作为上市法人公司 拥有业界最高竞争力的朝鲜献材 根据高效率自动汉阶材料的趋势 为了顺利地供应优质产品 于1987年在普桑工厂新设了 马克汉阶用石芯汉丝制造设备 1995年可以生产药芯汉的温山工厂绿工 到2002年为止 确定了工厂场地及不断投入生产线 使国内为工体体系更大且更稳定 2007年开发了2Y 3Y一体药芯汉丝 获得产业资源部NEP认证等 通过不断的技术开发和革新 为了持续不断地供给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朝鲜献材在不断努力 朝鲜献材在生产 可以使用在所有产业的产品 生产的产品包括建筑、设备领域 在整个汉阶产业使用的覆盖湖汉汉条 在造船和海洋设备产业使用的药芯汉丝 买湖汉使用的汉剂及汉丝 汽车及建设机械产业使用的MAD MIG汉使用的石芯汉丝 和TIG汉使用的石芯汉丝等 朝鲜献材使用有效的系统进行管理 且生产工程合理化 所有的工程从2005年开始引入ERP系统 和MES先进自动化系统进行生产 原材料入库以后 通过PDA变算化处理 然后可以通过程序 自动管理整个工程 使用MES先进自动化设备 可以随时且准确地生产管理产品 提高品质力 使误差最小化 令生产工程合理化 生产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 而且通过调情瓦扫描仪 构建自动化系统 提高了工程管理的效率性 产品包装过程使用了机器人来自动处理 拥有准确且迅速的出库系统 不仅如此 对于生产的产品 在最终验收过程中 进行缜密的性能测试 只有优质产品才允许出库 这些努力是各个产业领域的发展动力 这也是朝鲜献财成为国内外全球企业的长期合作伙伴的远动力 拥有全球企业稳固地位的朝鲜献财 通过在越南设立法人 在本地拥有生产系统 不仅在内需市场 预计中国、东南亚、中东等 也有广范围的需求 为积极进军海外市场奠定了战略基础 2010年转换成空股公司体系 以CES空股公司为中心 有机运营国内外分公司 为了生产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提供一流的服务 朝鲜献财的努力到此并未截止 朝鲜献财以技术研究所为基础 着重开发高性能、高效率焊接技术 这旅开发各种焊接材料 在生产差别化的产品和提供差别化的服务上 也在不断努力 朝鲜献财以不断的努力和坚韧的推进力 开发世界一流技术 生产世界一流产品 通过不断的变化和改进 提高企业的价值 朝鲜献财为大韩民国和世界 开启焊接材料产业的免贴